8月27日,雅加达亚运会篮球赛场上爆出大冷门,拥有NBA天才,有着三皇室位置称呼,德克拉克森的菲律宾队,意外地输给了韩国队。 只不怕强战被淘汰出局,最终的比分是韩国队91比82战胜了菲律宾队,中国杀出头号到底,韩国黑人四场坎100分,送NBA天才三分钟垃圾时间,此前中国队82比80,艰难的战胜了菲律宾队,没想到韩国队居然在第四节直击27比17打包了菲律宾队, 让比赛的最后三分钟基本上都变成了垃圾时间,菲律宾可是作用NBA天才克拉克森,而且克拉克森今天拿了25分,表现一点不差。 这足以看出正是韩国队有多么的强大,已经成了中国队和中国天才周期夺冠路上的头号心腹大话。 此一,韩国队的黑人中锋拉特利夫砍下了30分15个篮板球,次次助攻两个强断和一次盖冒,表现冠决全场。 这已经不是拉特利夫第一次有出色的发挥了,加速赛第一场打印尼,他拿下了30分19把6助攻二场断一盖冒,第二场达蒙古,拿下19分14把5助攻一强断。 打太过拿下了21分6篮板,二助攻一盖冒,四场比赛打下来,拉特利夫拿下了100分加514把加17助攻加5抢断加3盖冒的数据,得分,助攻和篮板球的能力,明显超过了中国天才周期和王哲林。 从目前的赛程来看,如果韩国接下来能淘汰伊朗和日方的胜者,他们大有可能和中国对争惯,这个决赛对于中国来说,将会异常的艰苦。